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怎么讲 世界一直在变 寿命也一直在延长 为了退休做准备 是要从年轻时候就要开始 也许在你一个 刚出社会的新鲜人 可能还不会有这个了解 没有关系 可是到了三十岁 四十岁以后 就必须要认真 很严肃地来看这个问题 就像刚刚你讲 你已经很清楚知道 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 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很多的人呢 过了一辈子 到很老了的时候 都还不知道 我到底要什么 认识我自己到底要什么 不要什么 因为只有你弄清楚 你要什么不要什么 你才能表达 那表达出来 你还不一定能要得到 你要的东西 但是至少你表达了以后 你的能量就会通了 就不会卡在那边 大家都看到 你们的梦想都上台了 都上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